理法是我们学到的理论 那么算命还需要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叫做技法 也叫做技术 今天运用两解课的时间 我们来学习这种技术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命令 这个女命她是更生年出生 更生极丑心卯心卯 在这个女命命里 天干透笔透节 月令透了一个萧神 那现在打开命局以后 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学习的技术方法 来看这个命 她是富还是贵 是贫还是求 在这个女命的命中 有一个萧印 一个劫财 这两个在天干 在石神当中 如果单独讲 劫财 还有萧神 为凶神 那在这个命我们看一下 这个劫财 和萧神 和萧印 是不是凶神呢 那现在我们就学习这种方法了 现在看一下 命主 日主心经 心经坐下财 心经坐下财 石之 又一个笔节 坐下是财 两个财 都在我的家里 在家里的财 是这一生 要受用的 那这个财 在家里 这个财 一个是在坐下 取财容易 一个是在石之 算命 我们要先从月令 和石之找 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真神 须在月中找 月上没有石之找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月令 和石之 是旺点 旺点 就是一个量 现在呢 我们再区别一下 旺点 就是量 那么在旺点上了 无论财 或者官 我能得到它 我就是大的 如果财 在弱点 弱点是 年 和坐之 如果是官 和财 在我坐之 和在年之 或者在年干 我得到的财 和我得到的官 不大 不大 我能得到 这个量 小 量 小 就是小官 量 小 就是普通人 不是有大钱的人 这就是算命要用的 量 算命要用的量 那就先看旺点 如果命中带库 库 库一定要比旺点 它的量还要大 那发大财 当大官 如果有库 我们先要看库 因为库 笔 月令 和时之 都要旺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女命 这个女命 坐下是财 时之是财 天该时之 时该透一个笔节 透这个笔节 那么命主 是用什么取财 能不能得到 这个时之旺点的财 现在用笔记 现在用笔开始记了 命中财显露 一定用笔节字 命中财显露 一定用笔节字 或者财 财升官 和官 或者是和财 那财是怎样能得到呢 一种就是我自你 自财得财 第二种 财来升官 官和身 或者是我自财 共有两种方式来取得财 现在我们看这个命 他是怎样得到财富 他有没有财富 那我们就找旺点 旺点有一个卯木 卯木是命主的财 财大 我能不能得到 我能不能得到这个财 这个命 天干透一个笔节心金 心金笔节字财 心金笔节字财 我命中的财 我能得到 我得到的财 都是大钱 虽然不是像库那么大 但这个财 他的数量也是很大 这就是命主用笔节来取财 天干一片笔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笔节一片 笔节一片 那么这个笔节 家里的笔节 我们看 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手脚 现在呢 又开始找第二步 寻根基 找真假 第二步 我们要看一下 命主的能力 能不能胜任来取财 那就看 命主的笔节 是不是真的 那这一个笔 实之 实该心金笔 是从月令 丑中出来的 丑丑中出来 这个笔 是真的 这个笔 是真的 是我的手脚 是我的手脚 我就能做真事 就怕这个笔 是假的 假的 做事不长 没有横进 没有毅力 区别 把这句话再记下来 这个笔节呀 是真的 是真的 他就能制裁 他就能争取做事 如果这个笔节 不是从丑中出来 是假的 是假的 他也能去做事 可是 他所做的事 都不会长 最多能做八个月 我在断量的时候 时间也是一个量 也是一个数量 我在断命 断这样命的时候 假的制裁 我都是说 你在哪干 最多不超过八个月 这接近二十年 基本反馈是正确的 那所以呢 我把我的经验 分享给我们的同学 那如果笔节制裁 笔节是假的 他在哪都没有 干过超过一年的时候 这就是量 这个量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这个量 一定要把握住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笔 是从丑中出来的 那么从丑中 还出来了一个呢 劫彩 我们看一下 丑中又出来了 一个劫财 这个劫财 更生 更生和心卯 都除自一个宫 更生和心卯 都除自丑土中 都在一个宫里 都除一个宫 那么这一个 这就叫看相 这就叫相法 这一个面 我们看完之后 要用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 理论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技术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 相法 当我们知道了 命组 命中的笔节 除自一个宫 除自一个宫的时候 那就证明 也就事实就是这样 不是证明 那他的命中 他的笔节 和他俩 都有 占亲 代故 那这个命 他的兄弟 他的姐妹 和他 都有 都是 占亲 代故 占亲 代故 故事交情 亲是血脉 那这个命 命中 那就贵人多 为什么说 这个命中 贵人多呢 因为我们都 除自库里面的 都除自笔节库 并且 这个笔节库 能生出来的 年上的更生 年上的更生 是奎缸 年上的更生 是奎缸 当我们看到了 奎缸 从笔节库里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笔节库 得有多么的大 他的量 一定要比正常的 笔节库要大 因为 在这个笔节库里 能生出来 更生 白虎 我刚才说 可以讲错了 更生 白虎 白虎是强大的 那这个 仇土 它生出来的 它生出来的 这一个笔节 是白虎 那它又能生出来了 石上的笔 那这个 仇土的量 仇土的量 就是能装的 数量的量 那就是很大 当我们掌握了 这个数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命主 我们首先要说 命主 面带贵人 他的贵人 是更生 他的贵人 是更生 更生是白虎 那这个命的贵人 都是有权力的 都是有能力的 这个白虎笔节 它是不是来 夺我财的呢 这个命 天干不透笔节 不透财 这个命 天干不透财 天干不透财 这个劫财 这个劫财 更生白虎 就是我这一生 帮助我的人 或者是领导 或者是其他方面 比我强大的 这就是命 那这个命 那这个命 我们又说了 那这个命呢 说这一个命 又有一个 毛身和 这个命 有一个 毛身和 结财和财 结财和财 和我做下的财 这要看两个方面 拿笔记一下 这个结财和财 代表两个方面 第一 夫妻公 夫妻公 代表家 姓 代表人 年上的奎刚 年上的白虎刚身 比我力量大 毛身和 代表一次 婚姻不成 毛身和 代表一次 婚姻不成 那这个命 毛身和 毛身和 最后第二次 毛身和 婚姻稳定 这个呢 我们再来区分 是离婚 还是破财 那我们就要看 公位 这个命 毛身和 第一 我家里的财 看公位 代表 我的官人 我的官人呢 也是我的相公 也是我的丈夫 也是我的爱人 第一次 被和走了 那就是离婚 还有一个 毛身和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呢 毛身和 这个毛木 就是财 不代表人 这个毛身和 这个毛身和 代表 破财 或者是 第一 代表 破财 第二 代表 荣誉 荣誉 和我 擦肩 而过 为什么要代表 荣誉呢 好 拿笔记 为什么这个毛木 要代表荣誉 这个实质的 毛木 共代表 两个方面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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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财 财 也是财富 第二 代表 荣誉 和 权力 那这个 命 毛身和 第一 破财 第一 破财 这是在实质 第二 毛身和 代表 我 我的荣誉 我的官职 没有 身经大 还代表 毛身和 还代表 我的手 我的手闪 我出手大方 因为 这个笔结在脸上 笔结在脸上 和我 出智同工 出智同工 也代表 我的手脚 如果 这个命 这个毛木 某木材 某木材 实质的某木材 它不是在家里 在外边 那这个 某身和 因为这个 身经 是我的手脚 是我的兄弟 那就 不再实质 这个某木 那某身和 多了一只手 那就是 或者贪污 或者盗窃 组合不一样 人生不一样 位置不同 你所 一个人的位置不同 那就 你所 承载的事物 和 你享受的 荣誉 就不同 所以 算命 一定要掌握 这个位置 位置 特别重要 如果这个 这个某木不在我的家里 在外面 身接和我 处置同工 我们来 和这个某木 那叫做 合伙贪污 这个某木 在我家里 这个年上的更生 是我 占亲 占亲 带顾的 朋友 兄弟 姐妹 来从我家里 来取财 第二个项 也是 证明 命主 就是这样 我只是在讲 项法 手 大方 家里的钱 外边的 占亲 带顾 都能花到 那看一个人 是不是小气 那就看 我家里的财 被没被外面的 笔节合去 被外面的笔节合去 外面的笔节 不是我的 占亲带顾 不是我的 兄弟姐妹 和我 没有血缘关系 和我 没有情义 那这一个 和 那就是 破财 那就是呢 第一 破财 第二 嘴碎 嘴碎的人 说特别能 唠唠叨叨的人 那就是财 那就代表 这个人说话 不着边 又臭 又长 笔节 处置同一个宫 意义相反 截然不同 人生不一样 性格就不一样 品行也不一样 那这个命 除了年上的笔节 年上的劫财 是我的贵人以外 更重要的 我们要看 命中这个消印 这个消印 是极土 极土消印 生耕金 没有生 我有力 这个消印 生耕金 没有生 我有力 那么看承载 看力量 那这个消印 生 极土的强根 强根 强根 也代表是力量 那么这个消印 生我有力 不见实神 就是偏印 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命 命中 有消印 没有见实神 贵 这个消印 生我有力 还是生笔节有力 我们再看 生我有力 生我有力的时候 我们再来找财 再来找官 这个命消印 没有官生 这是这个命的重点 这个命最贵 贵在了消印 这个消印 是命主最贵的地方 那么这个消印 我们要把这个记下来 有印 无官 也主贵 这个命 有印 无官 也主贵 当我们知道了 这个命 有偏印的时候 虽然没有官生 可是这个偏印 制作强根 有力 生我也有力 这就是一个贵命 那么什么是贵呢 现在都在讲 现在微信也在讲 朋友圈里 电视也在讲 那什么是贵呢 真正的贵族 不一定是财富 真正的贵 来源于 内心的强大 真正的贵 来源于 施舍 来源于 持悲 这就是贵 来源于 我不赞 我不贪 这就是贵 好 把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记下去 有印 无官 也主贵 有印 无官 也主贵 那我们先看 他贵的程度 能有多大 这又叫做一个量 他贵的程度 能有多大呢 这个偏印 旺 生生有力 那程度就要大 那这个偏印 若 生生隔位 他的量就小 那只能说小贵 这个命 是一个负贵命 这个负贵命 主要的贵点 有两个地方 我们记一下 第一贵点 第一贵点 消印 生生有力 消印生生有力 不见官 消印旺 自然是官生出来的 那这个命 就是一个官命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命 这是一个贵点 我们把这种技术 我们记住 再有类似命 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说 你是做企业的 还是做吃的 那一定要看 他的命中 他有没有力量 我是干什么的 命主是干什么的 我是指的命主 这是第一贵点 第二贵点 财在家里 在旺点 在旺点 有笔节 来制财 就怕有财 我拿不起来 就怕有财 我制不住 有财 我制不住的时候 这样的人 人际关系不会好 有财 我制不住 有哪些表现呢 他的表现 第一 经常焦虑 第二 迷茫 因为我看到了这么多的财 我拿不起来 所以他着急 迷茫 那有财 命中有财 你拿不到手 那就出现这种情况 焦虑 着急 迷茫 这三种情况 那命中有财 我能得到你 我能制服你 那这就是一个 花达 开了 这个命 占了两个贵点 一个是 消印 生生 有利 消印 生生 有利 那就是 官生出来的 我是官命 我是官命 我官的级别 能有多大呢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官的级别 能有多大 这个命 是至官的源头 心谋 是至官的源头 至官的源头 这个面有个消印 有消印 不喜建材 有消印 不喜建材 但是 天干地支 不发生关系 这会我们要捋顺清楚 一定要记住 在他支 天干和地支 是不发生关系的 只有在同一柱子 天干和地支 发生关系 不在同一柱 天干地支 不发生关系 卯木不科 极土 如果是极卯 卯木科极土 那这个命 笔集制财 制了这个财 我就能当上官 为什么我能当上官呢 就是因为我的能力强 我的能力 用哪来看 消印生生 生生我望才望 我望才望 这就是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这就叫做 心想事成 命已定 这个命已定 更生是我的贵人 我的家中有财 我的命中有消印 这一生 这个命 闲不着 这一生 这个命 那就是我经常愿意说的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这样的命是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那这样的命到什么时候是最好呢 以圆命看 以圆命看 这个圆命是心脑 是笔节制财 制了财 我得财 制了财 我得财 可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全命来看 整个命局除了我制财 得财以外 还有一个消印 这个消印是官生出来的 官生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命不单独是制财得财 这个命消一出来生生 我就当官 消一出来生生 我一定当官 第二 财一出来 我就要工作变动 因为结财建财 只要制财 工作就变动 今天在微信群里面 有同学问我 老师什么叫变化 什么叫变动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量 我来说一下 圆命有笔节来制财 看力量 如果双方的力量相当 也有工作变动 这个变动 一定要求人帮忙 如果圆命笔节制财 只要笔节制财 圆命吸毛出来 或者是 已有出来 工作都有变动 心毛和已有是幻象 只要心毛出来 我制了你财 我工作就要变动 能不能自然变动呢 看力量 如果笔节的力量大 建了财 我工作就变动 如果笔节的力量 和财的力量相当的情况下 那笔节要求助 求人帮忙 来升我笔节的力量 才能来变动这个工作 有的客户问我们 我今年想要工作变动 能不能变了 能不能变了 我们一定要看他的圆命局 他的圆命局 他的笔节 忘不忘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圆命就是 结财在制财 那我们看是真的 财要比笔节忘 财要比笔节忘 我们说 我们就这样告诉命主 你这次变动是个机会 你必须的要花钱 或者送礼 你找人帮忙 帮笔节就忘 这个事情就能成 你单独在那等 论之排备 你排不到你 为什么排不到呢 因为笔节没有财旺 你治不了 所以你就等不来 今天我重点讲了一个量 数量的量 那这个命 笔节和财 力量相不相当呢 这个命的笔节和财的力量 是相当的 甚至说 销神生笔节 笔节的力量要大于财 所以 一到西某年出来 一到乙友年出来 天干翻地支 地支翻天干 这叫幻象 这叫幻象 也叫转向看 那命主工作变动的机会来了 那变动的机会来了 是等来的吗 这个命不是等来的 因为 在原命有一个更生 是我的帮生 每次工作有变动 只要有机会 这个更生就来帮我 我不用去找 他自然来帮我 这就是这个命的圆命 所有的笔节和消印都是命所贵点 那什么时候它是坏的 什么时候是好的呢 好 我们记一下 凶神 什么时候是贵的 什么时候是凶的 看组合 这个组合 是对我起到了什么作用 通过这个命 我们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 制财得财 制财得财 看力量 看笔节的力量和财的力量 谁的力量大 笔节的力量大于财 这个财能得到 笔节的力量小 好 财的力量大 那这个财得不到 这个财得不到 你命中又有 这叫做 晚上千条路 白天起来仍然卖豆腐 这就叫做 因为我命中有财 我看得见了 我拿不着 那就叫做 晚上千条路 白天仍然卖豆腐 就是这样的组合 还有这个命有一个笔节库 这个笔节库 因为在原命反映的信息告诉我们 是 解笔节制财 那这个命 洗开笔节库 洗开笔节库 只要笔节出来了 就来帮生 只要帮生了 我就发财 我发财力同时 在我的职务上 也能得到小的提升 那为什么这个命 才要当观看呢 因为这个命有印 生身 就是又有财 财又不来刻印 所以 有这样的组合 就是观命 观的级别大小 制裁的 制裁当观的 级别也就是相当于付出 最高级别也就是付出 因为啊 财永远 他也抵不过一个观大 那这节课 讲了一个命令 在这个命令里 讲了算命用的这种这三种方法 和探组合 不是说劫财就不好 也不是说 消神就不好 在什么情况下 这就是我上一节 上一节课讲的 那这个命我们会看了 那我们就开始找阴气 只要挤土来了 只要是挤土来了 只要是雾土来了 只要生我生 我就能治了财 因为财就在我家里 这个命 洗开笔节库 因为笔节库帮生 我现在呢 把这个命 怎么看啊 这个命啊 他的啊 就是富贵贫贱 通过这个命 我来讲了 有的同学说呀 说如果这个命 耕核心换个位置 那这个消印呢 生我的力量大 还是呢 生耕金的力量大 如果我是日主 是耕生 我是日主 是耕生 那这个消是我的正印 那如果年上 有一个新笔节 那就生心力量大 这个记下来 同性相生的力量大 如果换了一下位置 我是耕生 新毛在年上 那就代表 我是领导的秘书 我是为领导服务的 那我不是当官的 我就是照顾领导的 换了位置 就是不同 那耕生 比如耕生日主 天干透正印 天干透正印 这个正印有利 我也是当官的 只要是有印 不被破坏 都是当官的 那要印生神有利 印生神有利 那就是当官的 如果年上也是新 那一定是看位置了 那我就不能作为一把手 我在哪干的时候 我不论到哪 在大单位还是小单位 如果年上也有薪金 我只能是二把手 因为我的位置 没有年上的位置大 这会儿能搞清楚了吗 怎么样看谁大谁小呢 谁大谁小看公位 那要是有印的时候 看印生谁力量大 印生我的力量大 那我就要比年上的权力大 地位永远没有年上的笔级的地位高 但是我的权力要大 那年上的地位高 地位高权力一定还是要大的 那在我之上永远有连导我的 可是我能在部门 我能在一个机构 我是一把手 那现在要看他说 年上的笔级 年上的笔级 永远他的位置比我大 那如果这个命没有消印 生活有利 我不是当官的 我就是企业的 我就是企业打工的 第一我是国企 第二我是打工 那这个命贵在的这个消印生生有利 消印生生有利 那就是这个命虽然不见官 但是有印无关也足贵 这个我们要接下来 我们就是刻意时间 可以算流年 这个流年我告诉我 看元命 元命是消生这一个心金 那么只要这个集土来了 物土来了 我都当官 物土来生劫财的力量大 劫财力量大 他自然他就来帮我 那是物土年 集土年是我自己的力量大 那就是一定是不是这个人退休了 到处一个岗位 那就是新成立的部门需要我 不用找人 这会儿来了 就知道了 那就是丙丁火来的时候 丙丁火是我的官和善 有印不怕官 有印就喜官 官来了就生印 化官生印了 那叫名气 那叫名声在外 光有印 没有官 名气不大 这会儿我们能搞懂这些关系的 只要是有印 来官是好事 来官我的名气就大 今年来了一个煞 那煞来生了消印了 生了消印了 我的力量就大 我的力量消印来干啥来了 消印也来治了我的路 消印治了我的路 今年我路一见才关了 我今年劳碌 今年劳碌 那今年好不好 丑土又生了这个路 只要路忘了我就发财 今年来这个路 毛有冲 用路来冲这个财 比较辛苦 路头顶下来有压力 哪方面压力呢 两个玄学心来了 两个玄学心来了 丁火又生了这个印 只要命中土是印是官 来找我们算命的时候 命主地支有玄学心和华盖心的时候 你们就直接断你是风水先生 你是算命先生 这个命他的官是火 他的印也是我的单位 我的单位呢是土 那么这个土又生了笔节 又生了我 这个呢 耕生白虎 在命中起了好的作用 耕生白虎 我们都知道历史 军事 法律 那这个命 有律师证 几个财就有几个证 几个财就几个证 因为这个命是治官的源头 那命主两个财就两个证 命主客后反馈 命主命中两个财就两个证 两个证 一个是专业的 还有一个呢 那都带是国家诚印的 因为这个呢 卯木代表官 怎么样看学历啊 什么时候以财当学历看 这个呢 我们呢 就是课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研究再探讨 今天主要是讲技术方法 用什么方法来算命 主要是讲这个 主要是讲这些技术 那这个面我们一看 有印呢 有印生神有力 我们就知道了 你一定是冠命 那你有没有钱呢 那就看了是用劫财制裁的 又有印又有又有笔节制裁 那就是既是体力又是脑力 那么笔节透天 第一股份制 第二是国企 为什么要说国企呢 因为他有这个印 旺是官生出来的 那这个命就是国企或者股份制 股份制天干一定要透笔节 天干透笔节就是股份制 笔节来制裁股份制 再看一下印结合看 这个印这么旺 在月令又在月之又有墙根 那这个命又是国企 那国企哪个方面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贵的地方 也是更生 更生笔节代表大的机构 那他的五行是什么呢 他的五行是金 这个命他的五行是金 如果这个命不是笔节制裁 是公务员 在公检法 那这个命是笔节制裁 那就要往企业上去断 他就是企业人 那企业是做哪方面的 卯身和 卯身和 卯木是命主的财 这个卯木也代表纸张 让我得到财的是这个金 金忘了我就能得到财 那这个命呢 我们又要看体 又要看财 那就是金融机构的 金融都有哪些方面 他不是自杀 他不是自杀 那就不用旁保险公司去看 杀是什么 杀在命中他代表的小人 鬼 那么杀又是鬼 就是要死的人 他自杀了 我们可以断他是保险公司 他自的是财 财就是银行 财就是银行 因为财政局 他是政府的 他就不能是财政局 那就是银行 那这个命 洗开笔节库 如果这个命 有开笔节库 对应的神 他的能耐和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财富 要比现在还要大 就是因为这个命 他原命没有开笔节库的神 那么他开笔节库的神 是哪个神呢 一定是秋天的鱼器 虚土 虚土要来能开了这个笔节库 我身体一好了 谁都愿意做事情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谁都不愿意做 开了笔节库 我命中财就在那摆着 我就能治他 那这个命不开笔节库 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负命 这些关系 我们慢慢的来听我的回放 我在这里每说一句话 都是符合义理 都是符合这个技术方法 还有就是这种幻象转向 那这个命 身经也是我的劫财 这个身经建材了 这个身经建材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义理 这个义理是什么呢 劫财建材 第一破财 第二离婚 那这个命 如果说女命 这一个财 卯身合 不是呢 合到我夫妻公这个财 不离婚 不离婚 只能说一吵架 就去闹离婚 就像我给有的客户算命 我说你把离婚挂在嘴上 那就是 他的财没有在家里 没有在家里 结财来合财 也让命组不舒服 只说不做 那第一个是 合的是我坐下的财 公位的财 虽然我的公位不是官 是财 那也是家 也是人 第一个 因为年上的更生 他的力量大 他是白虎 第一个要合走 站不住 第二个 卯身合 公位没有在 夫妻公 这个在家里 就代表我的财富 那这个卯身合 又代表 命组把家里的钱 经常给外面的人 这个就是代表了 命组把家里的钱经常给外人 同时也代表 命组经常借给别人钱 一定要看公位 看公位 我们才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是离婚还是借钱 这个命破不破财 也破财 必定 这种笔节在那呢 来合我这个财 那也破财 那破的是什么财呢 也是经常的 容易被别人说了动心动情 就把钱拿出去了 反馈了 反馈了说 知道回不来的钱 为别 为了人情也会借出去 那肯定是 那也破财 就算借出钱也收不回来 必定啊 劫财尽财 笔节本事无知物 借了时尚势必归 那这句话在意经里体现了 兄弟啊 这就反映了人间的人情和事故 你有事的时候 你有利的时候 笔节都归顺于你 为前为后 当你没利的时候 他不归你了 他和你亚争 当你弱的时候 他和你争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口诀记下来 笔节不能混淆看 把这个口诀记下来 笔节不能混淆看 看不清楚就倒烂 看得清楚是神仙 什么叫神人呢 神人就是我能把笔节 我能给你看明白 你是破财的 你还是来帮我的 那这个命如果这个笔节节财和我不是出自同一个功 就是破财 你什么都被人家抢去了 包括今天马上要宣布你做领导 定好的的事情也会被人抢去 那这个命就是因为我和笔节出自同功 那都是沾亲呆故的 那就是我的贵人 那这个命有帮生 那还叫做贴乙贵人 什么叫贴乙贵人呢 今生今世总是有帮我的人 这就叫贴乙贵人 那这个命一定 命中财很旺 在家里 那这个命永远不用担心 钱财的问题 只要你想来财 他就能来 那有了财不许见路 见了路 那就是忙碌 见了路你就失去了你做官的这个 做官的威风 就成了普通人 那今年命主见了路忙碌 可是命中有贵人帮有这个消印 丑土来生了这一个永金路 那也代表了命主还是比较快的 愿意充财 充这个财 财代表才华代表财富 那就看这个星是什么星 是财富的星还是学学星 那我们要分清楚了 在前几节都讲了